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现在的普选 香港普选基本上是一个反中的一场运动 那么这一次呢整个普选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头 这个礼拜最重要的发展是由香港大学生发起了罢课的抗议 抗议这次北京所公布的普选方案不给予香港人提名权 而北京政府的说法是说如果你们需要普选 为什么你们抗争的对象不是英国殖民地 所以基本上认为他们有外国势力的一个介入 基本上是双方呢在这方面互不妥协 结果罢课到了第三天之后就有数百个人到中环开始进行突击 这个突击游行呢对他们而言呢其实是非常类似台湾的学运啊 那数百个人中环就开始进行了突击 遭香港警方呢警告非法集会 而香港特区政府的声明是尊重学生的民主追求 而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说法是中学生 因为这次主要是大学生跟中学生都一起参与 他说学生们关心政治是好事 但是以罢课为首的已经是政治动员 同时梁振英拒绝接见要求对话的这个罢课学生 他认为罢课学生本身有一些行为已经牵涉到非法 而香港罢课学生则是彻夜留守大家特首的 关于外面我们用的是BBC的报道 这个礼拜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发展是 除了在香港学生罢课之外另外也是习近平接见 来自于由董建华所率领的包括了香格里拉郭鹤年 包括李嘉诚等非常重量级的工商级的领导者 那么藉由对他们的这个双边的见面呢 习近平传达了两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就是北京不会在普选方案里头妥协 第二个是承诺不会解放军进到香港 2014年9月22号香港24所大专院校的学生 发动了香港史上最大的一场罢课行动 抗直反西选 抗直反西选 自主港人路 自主港人路 都希望透过我们学生行出来 来令到其他市民都有一个思想上面的醒觉 一万三千人把香港中文大学的百万大道 组得严严实实 罢课就是重新凝聚群众的起点 罢课就是推动香港人去反思自身命运的开始 我们罢课就是我们年轻一代 对上一代人群起抗争的呼唤 我们绝对不会应命 因为我们一定要重夺未来 为了抗议北京人大通过的香港普选政改方案 香港学生发动了围棋一周的罢课不罢学运动 9月26号 罢课运动由学民思潮号召的中学生接棒 在政府总部外的天美道增长 超过三千名中学生起地而坐 年龄和你关不关心政治的程度 是永远都不会吃正比 我觉得所以我反而觉得做这件事是没有问题 他们大多都是九七香港回归后才出生的一代 冒着旷课的风险 也要去做一件不做就会后悔的事 其料以和平开始的罢课运动 最后却以暴力告终 罢课运动在26号晚间六点结束 但一群拒绝离开的中学生 与学联等大专生继续战道集会 晚间十点 忽然有人强行冲破政府总部的闸门 翻越三米高的围栏 但是人一落地就被原警带走 混乱之中学运领袖黄之锋也被四名港警抬走 占领公民广场行动 很快的变成了深夜中的警铭冲突 同一时间在香港立法会大楼外 另一群示威者与警方对峙 警方举红牌警告 并且多次释放胡椒喷雾 仍然屈不散满腔怒火的民众 从深夜到清晨 停屁,停屁,停屁 停屁!停屁 直到周六上午 仍有70多名学生留守在公民广场 持续跟警方对峙 和平战中活动发起人陈建民与戴耀廷 也到现场静坐声援示威学生 在重视法治的香港 抗议学生很清楚 每次的冲撞都可能留下案底 但为了争取真普选 他们只能以身试法 高举改变始于抗争 而就在香港学生揭开抗命时代篇章的同一天 香港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 率领了全港最重要的工商界大佬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包括亚洲首富 常识主席李嘉诚 横迹主席李兆基 加里集团主席郭赫年等 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方针 实施基本法 这个呢 符合国家的利益 符合香港的利益 也符合外来投资者的利益 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基本的方针政策 没有变 也不会变 我们将坚定不移的支持 香港推进民主发展 我们也是衷心的希望了 香港在我们的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领导下 在我们的特区政府行政长官的带领下 广大香港同胞啊 继续推动香港取得各方面的发展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尽管习近平一再强调 中央对港的政策方针没有改变 但用字潜词却透露出玄机 回顾两千年 江泽民会晤港工商界代表时 还胜赞香港人一定能管理好香港 2003年 胡锦涛还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挂在嘴边 然而这一次 习近平一个字都没有提 越少港高度自治港人自港 就大家觉得原来一国两制 这些承诺也都是一路吞了 那就是很大件事的 在香港搞普选 是要符合中国的国情 和香港的区情 孩子合不合着 自己穿着才知道 行政长官的人选 必须是中央信任的爱国爱港人士 普选还是要确定均衡参与 坚确支持特区政府 依法处置各种破坏社会秩序的文化活动 也都相信特区政府 有能力维护香港的稳定 余会人士也表示 习近平在会上说 人大的决定是限制决定不能改变 但香港的年轻一代依然心有不甘 他们冲撞体制挑战法治 希望能够唤醒香港人的民主自觉 但是这一场通宵达旦的抗争 在港府表达遗憾的立场中 也为让强调和平非暴力的战争行动 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不知示威者未驱躲